我正在思考欸 她好像是天生還是在想的感覺 我正在思考我們會不會成功 哎唷 佳佳佳佳 她是很明顯 她就很明顯那一張 你跟老公也會感情也是很好 可是小心第三則 好 真假的 雖然是水作女人 可是硬起來也是很硬的喔 講給我乖一點 就是 天生就是走明星路線的 我從小 從小學五年級就有新夢 啊 怎麼到現在這張 可以啦 你運用好 生小孩命也好 根本不娶你 好像也是欸 對啊 搶著娶吧 那我誰娶啊 傻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尼亞 我是伊西哥 我們今天呢要來體驗一個 非常特別的東西 什麼 我今天不知道我要幹嘛 莫名喜歡就被我敲來的一位來賓 我們今天呢要來算命 欸 這是我專門 改了三次名字 哈哈哈 這個口打快被我用完 所以你平常算很常來算命 但是因為我覺得改名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有改的 所以你有覺得越改越好 超級好的感覺 現在來體驗一個比較特別的 以往呢我也完全沒有聽過 就是鳥掛 鳥掛有什麼那種呢 就是你問他一個問題 就是派出兩隻鳥 就在很多的這種牌裡面 然後他就去雕一張 老師就會解讀答案 對 那你有想好 事業還是要問一下的 然後我問感情結果我已婚 欸 我覺得這個老公不好 天上 呼吸 好啦 那我們今天找到這個命理師呢 他是在萬華的地下街裡面 然後看起來斷鍋很多的明星 欸 很厲害欸 好啦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再繼續算吧 嗨 老師好 那可以麻煩老師先幫我們大概講解一下 這鳥話到底在做些什麼嗎 譬如說 我可不可以成為有錢人 那我有多少錢 你問到多少錢 對 只先洗個牌 用誠心的 我唸自己的名字 出生年月日 然後再問題 然後就放著 然後就可以了 他們有的N子嗎 有 大吉跟大福 姐姐的話 可能就是腸胃比較不好 我已經拉了五次了 快要真的快要死 其實你是一個蠻會茶言觀色的人 那絕對是 你的桃花就是你的人緣很好 以前交過很多男朋友 有嗎 沒有 你問的時候就不能 完全做這件事情 OK 我就說只有私人 OK 你遇到事情是 光光過那一種 真的 就在我人生中 真的會遇到一種挫折 是你覺得 哇 這真的不行了欸 就我真的有一度覺得 是谷底的狀態 OK 然後久邊就出現了 突然出現了 他就突然間 逆我 爛 然後就跟我說 欸你要把你當我經紀人嗎 突然 然後就把你救過來了 然後我原本人在高雄 真無分文 一天間兩分鐘 然後就算 欸怎麼會這樣 確實是有人來解救你了 我們台灣話說的 那我們聽說我兒子 喔真的喔 因為你本身就是像 水座的女人 其實你是 思想上你是一個很柔軟的人 分斷也是很柔軟的 我都覺得說 你有時候可以忍的東西 不是別人可以忍的 因為你喜歡錢 你超愛 你要給我錢我都可以 你跟你老公也會感情也是很好 可是 小心 第三者 好真的假的 我老公很帥 對你老公真的算很帥 當然是水座女人 可是 硬起來也是很硬的喔 叫你我乖一點 第三者妹妹是女生 喔好棒 我突然想要女生 未來我兒子如果看到 你沒有來過 我沒有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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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不好的地方嗎 就可以 身體狀 那你有機會住到大房子 哇 我哭了 好換妹妹 好 好緊張喔 呼吸器官可能要注意一下 喔 我沒有啊 有時候會支器官 有早點睡 競爭者很多 可是你會賺得到錢 只要你想做 你一定有錢 會賺很多嗎 那等一下你可以問大夫 喔對 可能就是煩惱比較多 一直在打轉 自己小去才特別多 喔對 因為我最近在轉換跑道啦 就會有很多這種 要轉不轉啊 煩惱 今年的農曆八月十五之後 嗯 就可以比較好了 太好了 還有啊 可能就是脾氣上面 不要那麼急 哈哈哈 老師講到很委婉 就是不要那麼臭好不好 沒事 就是天生就是走明星路線的 喔 喔 我從小 從小學五年級就有心夢 怎麼都現在在那邊 可以啦 因為都沒有在工作 都在談戀愛 可是你談戀愛 你老公會選你錢 他們有錢人 是有錢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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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覺得工作啊 好像也不那麼需要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不過他自己本身 如果不靠另外一半的話 就是要做一步的人 OK 但是要做 要做 其實你這一生都是在上面 哇 哇 其實 其實你命不錯 如果有小孩之後 有小孩 這是你的貴人 你的小孩也是那種 疲狂的 喔 所以你一定要生欸 生一打 生一打 你本身也是 就是帶財的那一種 是財心 那我有幫夫運嗎 你有幫夫運嗎 你就帶財啊 是因為我帶財就幫你 對啊 你運又好 生小孩命也好 根本不娶你 好像也是欸 對啊 來娶了吧 那我誰死了 傻眼 對沒有什麼參加的問題 那我們就要來請我們的大吉跟大福 正式進入兩方 分享我的那個名字 生日 然後問題 對 好大福 好緊張喔 他好像在聽聲音還是在想的感覺 他好像在聽聲音還是在想的感覺 他好像在思考有沒有成功 好緊張喔 哇好緊張喔 哇而且他是很明顯 他就很明顯那一張 哇是一個圖 哇好酷喔 放去哪裡 那我想請問一下你們剛剛講的問題 就是我今年有做了一個頻道 就要三口同然後在 12月31號會成功 養女放羊的時候可以放輕 放鬆你的心本代成果的來源 三丈取經就是說 可能你之前已經做好了 事先很多的準備 取經結果我們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成功的 所以就是持續持之以恆 可是三丈取經的話 代表他這個路上很多艱難 對有一些阻礙 可是第三章來了 孔夫子御班 或許會有很多電話 可是會有貴人來幫忙的 就是會排解 好立志喔 因為一方面時間真的太忙 因為有主業嘛 然後又要經營頻道 然後我就會覺得 蛤是不是我就是不是 能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聽完這個東西 但不是叫我要繼續 就不要放棄 好 然後換妹妹 靠你的大吉 大吉說先動我 處理完整 跟你一樣愛漂亮啊 他說他要上鏡頭欸 對啊 我先整理完之後再出來 補妝完成 欸那麼快 你的答案很好 你的答案很好 答案很明顯 沒有猶豫欸 緊張嗎 那些超快的 這個 我是問說 我今年的跑道轉換 從原本的遊戲實況 轉到Youtuber拍影片 然後我就說 在今年12月的31號 就是會成功 桑柏魚一台 這個故事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樣看起來表面好像光心亮麗的 其實你內心超掙扎的 這次反而是你內心也是在掙扎 就沒什麼自信 啊 確實了 穿呼水的意思 做自己 你做自己 你就會成功 要開在一邊的眼光 然後你就可以賺到錢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鳥掛體驗就到這裡 結束啦 目前算出來的話 你的問題好像比較好 超久欸 我就算是內心還在 瘋狂的掙扎 上面這東西其實是佔一部分 但是其實很大一部分還是要看你自己努不努力 然後我覺得鳥掛來說它三張牌 會有代表你自己心中的那個成分 可能是說你在掙扎或是你在努力 那你的話就是你也想放棄嘛 他就是叫你不要放 天其實都是算好的吧 比較喜歡前面命盤的部分 但是病的部分老師還是有說 你的病很好 但是要做努力 對不對 我覺得算病這種東西就是 比較像是心理層面的啦 它可以鼓勵你 然後也讓你在這個生活中 找到一些些的方向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三口 好玩欸 好玩好玩 我們現在在體驗別的 那這個三口的這個頻道 還有它的質詢都在這裡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囉 我們就下集見吧 掰掰 不是只能改兩次嗎 剛才我跟你講有個很厲害的方法 只要能找到跟你同名同性的人 你就可以改 屁啦 真的 所以之前那個什麼鮭魚 對 鮭魚之外 對 鮭魚之外 就是他們就不怕那扣板欸 喔 可以這樣子 我這還真不知道 我這還真不知道